往返金融大五輪 至台北南港的9026客運路線 近日來引起了許多通勤族的抱怨 立委蔡世英說 未來遇到拖班 歡迎民眾拍照檢舉 我有請我辦公室的助理 到現場去機查 那如果我們的四名好朋友 搭乘9026有拖班的型化Rub 麻煩你把時間地點 放到我的臉書上 我會把它轉給工作總局依法採罰 違規一次就罰一次 讓他確實地遵照原來的協議 行駛路線 針對市長謝國良 準備租用遊覽車書運 立委蔡世英提出了看法 我只能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其實符合客運過往的經營能力 事實上是真的有問題 那目前我們已經有要求 公路總局做相關的督導跟要求 那如果他到時候真的還是 不能夠按照他規劃的 這樣的一個頒表來做客運路線的經營的話 那我覺得不是基隆市政府 駐遊覽車能夠解決的問題 是應該要協調其他的國道客運業者 來做接班跟資源的工作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因為遊覽車沒有辦法來做國道客運的業務 所以市長提的那個內容就法律上來講 應該是有一點問題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過程當中有涉及到每一站的上下客 不是所有南港轉運站上車的民眾都回到基隆 按照現行的路線也有可能在汐止端上下車 或者基隆的每一個站牌上下車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做的方法是 協調國道客運來做預備的資源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已經在跟公路總局在談後續的處理方式 蔡世英表示希望業者金書將新的方案送到公路總局審查 公路總局在三天內審查完畢 在3月1號所有的路線都會進入南港轉運站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